妳以前洗頭的時候 會對客人很兇 我洗頭是這樣的 妳不要問我問題 因為我不喜歡這個行業 小燕姐 我做這個行業是因為我只是要打工 在賣療那個地方 女孩子能打工的就是 家庭理容院 所以客人問我 我就說妳可以不要講話嗎 那還不錯 有些人洗頭很愛問 不會 今天好嗎 小燕姐很乖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講這只是一個賺錢的工作 我沒有什麼想法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但是她是有天分 所以她13歲開始洗一洗 妳幾歲開始拿剪刀 18歲 小燕姐妳知道我第一個客人是誰嗎 誰 阿妹 妳記不記得她姐妹那張專輯的頭髮 是我剪的 那時候我18歲 她為什麼要給妳18歲剪 她怎麼感覺是 她是跑到賣療療 她們有沒有跑到賣療療療 那個時候是一個造型師叫小P 妳記不記得 小P 對 但我跟小P很熟 那當時候我當設計師在士林有沒有 名傳 華岡一校 文化大學 我很紅 學生 所以那個時候妳已經很紅 學生都會來圍著玻璃裡面 看這個設計師怎麼罵人的 因為我就會罵助理 罵客人 我就不想剪 可能太年輕 而且又很不喜歡這個動作 可是妳第一個讓妳剪頭髮的人 是賣療的人對不對 就是 不是 應該說我練習的對象都是我的親戚 可是第一個讓我剪的是我 那妳怎麼到台北來的呢 台北就是那時候就是 其實家裡就是 南部 就是很多情感表達 他們是不會溝通的 所以就是打打囉 吵吵架 打架吵架 或是處罰小孩 或是兄弟姊妹打架這樣 可是我就不喜歡這樣的環境 那因為我爸又都不在家 妳不喜歡罵人 妳知道罵人罵人 對 她不喜歡被罵 妳還像妳當時說罵阿妹 阿妹我剛剛說妳看到她站好 我要剪了 沒有 沒有那時候 其實妹給我滿多機會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剪她的時候 我只會剪頭髮 我還記得那時候是阿如兄 幫她做封面什麼的 她還跟阿如兄 阿如兄是一個弄頭髮 不喜歡要在旁邊的 她還跟阿如兄說 小曼可以來站在妳旁邊嗎 妳教她怎麼吹頭髮 妳比較忙的時候我 所以妳那個時候只能剪 還不太能造型 也不會電棒 我會電棒是上的女人我最大 真的 小燕姐 妳看我是我的 女人我最大 妳們很危險 真的 她還不會用電棒 我會用電棒是上的女人我最大 會綁頭髮也是 可是妳上女人我最大之前 已經開過三家店了 三家店雖然都 太厲害了